沈先生虽然你的检查结果还没出 但是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我不建议你离开医院请你考虑清楚 我拒绝了医生住院的建议坚持要出院 今天是我跟陈思琪的结婚纪念日 我想赶回家在他下班前给他一个惊喜 我准备好了一切 陈思琪却还没回来 他最近经常熬夜加班到很晚 公司的事我现在帮不上什么忙 就只能尽自己的权利做好一切后勤 刚拿起手机陈思琪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声音里是一贯的正事与疏离 却在喊出我名字时自然地带了一点软糯的味道 沈基青我有点事处理要很晚才能回去 晚饭你自己吃不用等我了 是零食有什么要紧的工作吗 我问过他的助理 他今天没什么大事晚上应该能准时下班 嗯可能会很晚才回来 所以你不用等我了 没事多晚我都等你 我话还没说完对面就急切地挂了电话 心里有些怅然若失 我跟陈思琪结婚五年了 而我们相识或者说我喜欢他也有十几年了 那年我妈摆摊时被街头混混欺负 年少无知的我私下找那些人理论时反被打伤 试下了晚自习刚好路过的陈思琪救了我 并把我捡回去智商 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眼里就只能看到他了 初中高中再到大学 我一直都在努力追随着陈思琪的步伐 可以说陈思琪的身影贯穿了我的整个青春 高考结束的那个夏天 我们因一个错误成了男女朋友 大学毕业后我们又因为同一个人而匆匆结了婚 我心里一直都知道我只是那个人的替身 他会捡我回家给我智商答应跟我恋爱结婚 只是因为我没眼间长得有几分像那个人 他的弟弟陈复苍我从不在乎他为了什么 至少现在陪在他身边的一直是我 我把做好的饭菜放回厨房热着 准备等陈思琪回来一起吃饭 这是我家的规矩人不到奇菜不上桌 不管多晚我都会等他一起吃饭 等待的时间里我打开电脑准备去查查 医生今天说的那个病的资料 这时网页突然弹出来一个消息推送 我愣了一下最终还是犹豫着点了进去 人气歌手心境顶流陈复苍 回国的首次独家采访的网络直播 这次会突然回国 除了工作之外主要还是我太想念家人了 他们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我不想离他们太过遥远 陈复苍人畜无害的声音里 我看到镜头切了另外一个人的画面 那是此时应该在公司加班的陈思琪 发现镜头时他一脸娇羞的连忙躲开了一些 原来他是去见陈复苍了 我在客厅哭作一夜 身体明明已经非常疲惫 甚至随时都有倒下去醒不过来的危险 我却依旧固执地等待着 晨光细微外面待了一夜的陈思琪终于回来了 他开门的动作很轻换鞋子 也是小心翼翼的 却在转过玄关对上我视线的那一刻愣住了 我没忽略那一刻 他眼里的慌乱与接踵而知的不耐 你一夜没睡 语气是不算太好的声音 查了点资料 不小心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一直在公司忙到现在 陈思琪面色已恢复正常 愣了一声 我心里顿时一沉 我想我应该质问他为什么要骗我的 可我还没开口 腹部突然就是一阵脚痛袭来 我紧咬牙关 生怕自己在这时叫出来 好在疼痛只是一瞬 我也不由松了一口气 先去洗漱吧 早饭马上就好 我若无其事地接过他的外套跟包包 假装没闻到那若有四无的烟草味 他讨厌烟味我已戒烟多年 陈思琪冲我点了点头便走了 从头到尾他提都没提 结婚纪念日和我去医院的事 可明明我昨天还跟他说过这些 早餐我准备做陈思琪最爱的糖心煎蛋 这本是我最拿手的 可今早却连着失手了两次 以至他洗漱完我早餐还没做好 我来吧不用马上你等着就好 别沾手了 我回神推了他出去 刚刚看新闻说付仓回国了 吃饭时我到底没忍住 壮丝无意地问了出来 陈思琪拿吐司的手炖了一下 随后问了一声算是回复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陈思琪又解释道 他公司给他安排了在国内的演唱会 工作结束他马上就会回去 季青昨晚 我吃好了今天还有事 碗筷你吃完直接放着 我晚上回来洗就好 我起身匆匆离开了餐桌 陈思琪他爸离婚后 再娶了丧偶的陈富仓他妈 所以他跟陈富仓是名义上的姐弟 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 我对此坚信不疑 我刚从医院出来 就看到了等在外面的陈思琪 中午一起吃饭我点头说好 对了 你前两天的检查报告出来了吗 应该没事吧 他随意地问着 我想到主治医生刚刚告诉我的话 检查结果已经确定是脊髓空洞症 这是一种由基因缺失导致的 罕见的神经性病变 沈先生先前的高烧 腹泻以及全身无缘由的疼痛 都是由此引起 若是之前陈思琪问我 我一定会如实相告 可现在我要说什么呢 说我最多还有一年的时间可活吗 他不会在意更不会相信的 毕竟就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明明只是发烧腹泻的寻常毛病而已 怎么就确诊了这样闻所未闻的病呢 医生说我这是先天存在 之后又由长期过劳所诱发的病 陈思琪接了他爸的班之后 公司效益一直就不好 为了不让公司直接宣布倒闭 加班熬夜甚至通宵就是我 这两年多来的作息常态 我就这么熬啊熬 终于把公司再次带入正轨后 我的身体却垮了 在车上陈思琪递给我一个礼物盒 里面是一块名贵手表 礼物前几天我就挑好了 我记得你看这个很久都没舍得买的 他有些献保的话语里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讨好 早就买好了 却没在特定的时间内送我 失望了还是根本就而他选择 这个时候拿出来 对我更像是一种补偿 可即便如此我也很知足了 谢谢我很中意 我知道早晚要跟陈傅苍见面 却没想到会这么快 我们刚到餐厅 陈傅苍的视频就打来了 得知我们在外面吃饭 他也要过来 陈思琪下意识先看了我一眼 季晴哥好久不见 你应该不会介意我来打扰 你跟姐姐的二人世界吧 我看着陈傅苍脸上 假装出来的天真 突然就想对他宣誓些什么 我亲密地揽着陈思琪的肩膀 对陈傅苍笑道当然不会 只是你这个大明星 现在出得来嘛 陈傅苍的视线 停在我揽住陈思琪的手上 丢下一句 等着便挂了视频 陈傅苍很快就来了 全副武装 他在陈思琪旁边落座 半边身体都靠在陈思琪肩上 陈思琪推开他 就再靠过来 阿仓别闹多大的人了 还不老是做好 语气有点温怒声音 却是难得的宠溺与温柔 陈傅苍文言 直接将陈思琪揽进了怀中 挑衅般看着我 我自小就跟姐姐最亲 季晴哥不是早就已经习惯了吗 我确实习惯了 从那年夏天 我亲眼看到 在路灯下拥吻的他俩开始 到现在 我早没了当时的震惊 我没理他将包好的虾 递给陈思琪 尝尝今天的虾很新鲜 陈思琪爱吃虾 但讨厌包 我们在一起 从来都是我帮他包好 他只负责吃县城的 谢谢季晴哥 确实新鲜节也尝尝 陈傅苍把我包的虾吃了 又把他包的 喂到陈思琪嘴边 陈思琪狠狠瞪了他一眼 却到底败在他的坚持下 一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饭后陈傅苍 紧紧牵着陈思琪的手 姐姐跟我一起走 麻烦季晴哥 帮我引开外面那些狗仔 反正你跟我长得 本来就挺像 都不用伪装了 我看着陈思琪 想听他怎么说 姐我刚刚是偷跑出来的 要是被拍到了 我会有麻烦的 他故作可怜的样子 让我异常反感生厌 然而陈思琪就吃这套 季晴阿苍的演唱会 就快来了 要不你 我心里一阵苦笑 不等他说完 拿上陈傅苍的帽子 就出了包间 我从医院打针回来 就发现陈思琪已到家了 他破天荒 点了一桌我爱吃的菜 甚至还准备了一个蛋糕 我这才想起来 今天是我的生日 小时候我不懂事 每到生日 就闹着妈妈要吃蛋糕 还问妈妈 为什么别人生日时有蛋糕 有蜡烛我却没有 我妈那时候 独自抚养我非常不容易 被我问及了 她就从小摊上 买一个很小的 连奶油都没有的鸡蛋糕 然后插上一根 两毛钱的蜡烛 骗我说 这就是生日蛋糕 便是那样 我也吃得津津有味 异常开心 因为我也有生日蛋糕了 稍大一点后 我渐渐明白了 我妈独自带我的艰难 也就没再提过蛋糕的事 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我生日的时候 哪怕家里再难 我妈也会给我 准备一个蛋糕 自从我妈过世后 我已几年 没吃到自己的生日蛋糕了 去年公司再次步入正轨 陈思琪 曾趁着庆祝的机会 买了个蛋糕 那时她还曾许诺 以后每年我的生日 她都会陪我 并为我准备 最好吃的生日蛋糕 原来她真的急心里了 晚上陈思琪 斜靠在我肩上 一手环抱着我的药 季青今天你开心吗 我亲了亲她的额头 亲了一声 算是回应我很开心 虽然不知道 还会不会有下一个生日 但只要她记得 这一个就够了 开心就好 你最近都很少笑了 我还怕你不高兴 不会我将她拥的月 发紧了一些 以前的事情 早就过去 傅仓这次回来 也是为了工作 最多一个月她就回去 所以阿清 不管傅仓这段时间 做了什么 你多担待一些 更不要再一心可好 原来如此 她帮我点菜 准备蛋糕 破天荒地讨好我 说到底 竟还是为了陈傅仓 手指被我捏得生疼 却抵不过心里的脚痛 为什么 我明明打了针 却还是会痛啊 待那阵疼痛过去 我缓缓回了她一声好 她立马就很开心地笑了起来 半夜 陈思琪接了一个急促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还没说完 陈思琪整个人就摊在了床上 我认识陈思琪十几年 从没见过她这样慌乱的样子 我接过手机问清对面后 连衣服都没换 便带着陈思琪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陈傅仓出了交通事故 她半夜出来飙车 结果撞了人 我们赶到时 那个受伤的 人跟陈傅仓都被送去了医院 陈思琪听说 受伤人员满身是血的 被送去了医院 就让我留下来处理事故 还说如果必要的话 倒是让我对外就说 当时开车的人是我 寄清阿仓要是现在被爆出来这事 他的演艺歌手生涯就彻底毁了 你鼎替阿仓最多被对方骂几句 况且你刚刚也听说了 被撞的那人神志清醒 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我们最多赔多点钱就是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会是陈思琪说出来的话 可为什么不会呢 陈思琪的心里 本就只有陈傅仓了 恕我直言勇于承担错误 就算被爆也不会是什么大雷 但赵氏逃一外加推卸责任 要是被爆出来 才会彻底毁了他 阿卿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无力取闹 我只是要你留下来 看着处理一下事故 为防万一要是有人问起来 你不说话默认就是 怎么就不行呢 你放心我们是夫妻 我不会害你的 再说现在傅仓还躺在医院里 生死不知 要是他有个好歹 我真的 阿卿算我求你了行吗 他说得如此的恳切 如此有理 我一时尽找不到反驳他的话 如果这就是你心中所想 我愿意成全你 谢谢你激青 陈思琪将我丢在现场 急匆匆就赶去了医院 医院的贵宾病房里 陈思琪跑前跑后地照顾着身上 仅有一些不同程度擦伤的陈副仓 姐你坐着陪我说话就行 那些事情有看护弄就好了 不一样的看护哪会那么细心 我不有想到几个小时前 我在车祸现场等待事故处理时 被突然涌上来的一群人 围住殴打的情形 对方家属以为我是那个肇事者 不顾交警的拦阻与劝说 冲上来对着我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我那时手机正拨着电话 我是想问问陈思琪他弟弟怎么样了 可就在我被人拳打脚踢的时候 我听到陈副仓人畜无害的声音 从手机里传了出来 姐沈季青说 他被人打了问你在哪呢 陈思琪夺过电话 沈季青晚上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你能不能别再无理取闹了 阿仓还浑身是鞋地躺着 就算你现在快被人打死了 也还有警察在我更不可能 对不起季青 对不起我现在心里很乱 我待会儿再打给你 被甩远的电话接着就传来了一阵盲音 幸好交警反应足够迅速 不然我怕是真要被那些人打死 可他口中浑身是血的陈副仓 这会儿却好端端坐在病床上 悠哉悠哉地啃着他削的苹果 我就知道姐心里还是在乎我的 陈副仓说着牵起陈思琪的手 一把将他拽进怀里紧紧地搂着 姐你不知道我听到你给他过生日 买他喜欢吃的蛋糕的时候有多嫉妒 我嫉妒得快要疯了 不止一次地想 想推开他却被他抱得更紧 直到有医护进去陈副仓才不禁不愿地放开了他 陈思琪就是这时看到了站在门边 胳膊上还打着石膏的我 继清我被对方家属打得胳膊骨折 心里却还是不放心想过来看看 只是没想到会看到这样的一幕 转身离开前我眼角的余光 看到陈思琪想追出来 衣袖却被陈副仓紧紧拽住的画面 他会一直这样无条件地维护并选择陈副仓 以前为了陈副仓不被非议 他被迫承认跟他谈恋爱的人是我 他答应试着跟我恋爱 跟我结婚时 我以为随着陈副仓的出国 他会慢慢将陈副仓淡忘 结婚五年 就在我以为自己终于捂热了陈思琪这块石头时 陈副仓回来了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五年的婚姻 十几年的勤奋 在他心里近一点分量都不曾有过 这一刻 我心里除了愤怒 还有无尽的不甘 我去医院打针时 看到陈思琪买了许多东西 去看那个被撞的人 对方一枪怒火早对着我发完了 倒是没为难陈思琪 他们只是坚持绝不私了 一定要曝光此事 必要时甚至还要闹上法庭 吓得陈思琪就差给对方跪下了 但对方还是没见松口 一向高高在上的陈思琪 何曾这般低声下气过 我心里明明早决定不再过问他们的事 却不知为何还是走了过去 我们撞了人是交通意外 况且是他逆行先违反的交通规则 你们想曝光也可以 倒是谁主则这些一切都按法律程序走 不管判赔多少我们都认了 可你们找人将我打成重伤 却是虚以违法的行为 既然你们要进攻处理 刚好连我这条胳膊的账也一并算了吧 对方看着我挂着绷带打着石膏的胳膊 一时没了话 给你们一天的时间考虑 倒是不管怎么解决我们都奉陪到底 说完我拽走了站在一边发冷的陈思琪 我们刚走出病房 那家人便追了出来 他们同意私了 但开出的价格要高出正常赔偿的金额数倍 我们打听过了 开车的根本不是你 而是一个明星 你们根本就不差钱 一直求着我们想私了 不就是怕这事曝光吗 我一家老小可都指着我老公 现在他没了一条腿 问你们要三百万不多吧 陈思琪一听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接着就联系律师过来处理这事 毕竟比起三百万 陈富仓在陈思琪的心里不知重要了多少倍 因为遇到陈思琪 我没打针就直接出了医院 我来了出租车 正想上车 陈思琪就追了上来 上车 我送你回家 他低头对司机说了声抱歉 然后拽着我上了他的车 这几天你住哪里的 酒店 那天从医院出来之后 我便在酒店开了一间房 我不想回家 因为陈富仓出事 陈思琪一定会片刻不离的守在他身边 我不想孤零零的待在到处都是他影子的空间里 却见不到他人 我不想夜夜哭作 那样我的病只会越来越糟 时间也只会越来越少 这不是怕死 只是我还不想那么早死 对不起 季青 那晚我心里一直很乱 又有些失去理智 所以你打电话过来时 才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季青 你别生气了好吗 家里没有你在 突然就变得好冷气 公司这段时间没有你盯着 我也是手忙脚乱 你知道的 我这些年都快被你养废了 我已经不能没有你了 你不能在我已经习惯有你在身边的时候 却将我抛下不管了 阿青 跟我回家好吗 他轻轻靠在我肩上 说话的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柔软 像一片羽毛轻轻拂过我的心间 他在示弱 在为那天的事情道歉 并试图得到我的原谅 但我现在也不需要了 不管是他的道歉 还是他任何的甜言蜜语 我都不需要了 我心里清楚 或许真如他所说 他离不开我 可这是在没碰到陈富仓时 一旦碰到陈富仓 一切令说 可我最终还是跟他回到了家里 就好像我明知这是一场必输的赌局 可我还是想坐在赌桌前 亲眼看着自己如何破产 不是我有受虐倾向 而是我已无处可去 无人相依 妈妈走后 陈思琪是我在世上唯一的牵挂 在我人生最后的这段时间里 我不想离他太远 即便只是短暂的陪伴 也好过我一个人面对死亡 我的臂弯里已经睡着 我对着月光一遍又一遍的 以眼神描摹着他的眉眼 细长的眉毛 笑起来月牙一样的眼睛 疼痛来势汹汹 像时间被无限拉长的一个过程 不知是因为没打针 还是我病情又恶化了 可就算全身疼到直冒冷汗 我也没有挪动一下 就怕惊醒了陈思琪 直到他于睡梦中转身 我才趁机抽出没受伤的手臂 起来吃了两片脂糖药 但愿能稍微缓解一下也好 这时 我才恍惚觉得 我是真的快要死了 疼痛让我无法安睡 便索性去了书房 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忍多久 但熬一天是一天吧 书架上摆着一本陈思琪百科全书 那是我多年的记忆点滴 我从认识他便开始记录他的喜好 习惯 爱吃的 讨厌的 有趣的 难忘的 最初我偷偷搜集 记录 但凡有新发现都会记上 生怕自己有天会失忆一样 写写画画的时间久了 里面的东西我大多都能倒背入流 近两年因工作忙的原因 我也没记过什么了 今晚忽然想起 忍不住又拿起来贴了几笔 天蒙蒙亮时 身上的疼痛终于过去 我全身衣服已被汗湿 简单擦洗后 正单手做早餐时 陈思琪醒了 他悄悄从后面抱住我的腰 脸贴在我的后背 早安 沈先生 你伤还没好 早餐我对付一口就行 不必特意准备 没事 我简单熬了点粥 又煎了蛋 他嘴巴叼 买的早餐他一般不吃 结婚后 早餐雷打不动的都是我来做 我任由他抱了一会儿 才轻轻推开他 催他去洗漱 带他上班走后 我连忙赶去医院 打完针回来的路上 陈思琪打电话说 他约了人谈事 中午不回来 但晚上会尽量早点回来 路过天桥时 我看到一群半大孩子 正对着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男孩 拳打脚踢 我吓走了那群孩子 扶起那个小男孩 他们打你 你为什么不跑 小男孩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他浑身是伤 却不忘紧紧抱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 不知为何 看着眼前倔强又固执的他 我竟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你爸妈呢 他依旧不说话 只是甩开我的手想要离开 我担心那些孩子再回来 又见他满身伤 就带着他去了附近的医院 他很乖 清洗包扎伤口时明明很怕 却倔强的没坑一声 他不说话 也不愿放开那个包 医生检查了他的嗓子 说没有问题 应该只是不愿意开口 因为问不出话 我只能带着他去了警局 谁知道他一看到靠近警局 便疯了一样敲窗想要离开 吓得出租司机直接停车 把我们轰了下来 你不愿说你爸妈在哪 又不愿找警察叔叔 那我只能还把你放回原来的地方吗 小男孩抬头看看我 我在问时他依旧不说话 但会比划一些 我看懂了他的意思 他爸爸去了地下 他妈妈找不到了 而他一直抱着的帆布包 里面装了几十块的零钱 我猜他应该是准备用这些钱 找他妈妈的 只是不知为什么 被别的小孩盯上 没办法 我只能先带他回家 想着明天再去警局 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妈妈 我帮小男孩洗完澡 换了干净的衣服 正带着他做饭时 陈思琪回来了 他的身后还跟着 全副武装的陈福仓 陈思琪解释 阿仓住的酒店跟家里 都围满了狗仔 只能来这儿避避风头 季青哥该不会不欢迎我吧 我还没说话 小男孩正好从厨房端了菜出来 陈福仓指着小孩笑着问我 季青哥 这小孩谁呀 该不会是你在外面的私生子吧 陈思琪立马拍落他的手 陈福仓怂怂间 越过我直接歪倒在沙发上 指示小男孩给他倒水 我没说话 只在陈思琪问小男孩时 简单解释了一下 深夜 我再次被疼醒 去书房时 看见陈福仓正在客厅喝酒 喝一杯 他应该已经喝了不少 见我出来他出声邀请 不用 戒酒了 我坐下 却没接他递来的酒 你这戒烟又戒酒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要被 陈福仓不屑一顾的语气一顿 整个人神色立马变了 我知道他误会了 可我没打算解释 陈福仓见我这样 越发笃定了他心中所想 酒杯往茶几上一罐 你休想 沈季卿 你别做梦啊 我跟我自己的老婆计划要个孩子 我怎么就是做梦啊 我指示着他 寸步不让 表面看我气势十足 可我心里却虚得很 因为早在我们结婚前 陈思琪就决定了要做丁克一族 而我那时未讨他欢心 甚至去做了劫余手术 喝 我劝你还是主动放弃为好 我也不怕告诉你 我妈已决定要跟我爸离婚了 他们一旦离婚 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 我跟陈思琪在一起 陈福仓被气得不轻 连那些龌龊的心思都懒得隐藏了 你可想清楚了 你是现在主动离开 挽回点颜面 还是到时我亲自把你这个冒牌货 扫地出门 如果真有这一天 我等着就是 我的淡定让陈福仓越发恼火 他抓起我的衣领 吸进我笃定的警告道 沈季卿 你信不信只要有我在 你所有的计划都不会得偿 不信我们可以打赌 我赌陈思琪 到时甚至连看都不会多看你眼 清早 我正做着早餐 陈思琪过来说要帮忙 我推他出去说不用 有外人在 我怎么可能让你独自做这些 他说的好听 我脸上的笑意 却在看到他耳后的那眉吻痕时 彻底消失 昨晚家里住了两位客人 我根本就没碰过他 我不免又想到 他刚刚脸红红的 自楼上下来的样子 二楼除了我们的主卧 只有陈福仓昨晚睡的那间客房 也就是说 我辛辛苦苦在为人家准备早餐的时候 我最爱的老婆正在楼上 跟他的好弟弟行苟且之事 愤怒让我几乎失去理智 就在我想要抓住他质问时 陈福仓的一声怒吼惊醒了我 他今天出门要穿的衣服上面 全被小男孩尿上了尿 陈福仓暴跳如雷 陈思琪虽然并没说小孩 但对他的到来已不像昨晚那般无所谓 季青 我知道你可怜这个孩子 但现在这情况你也看到了 我觉得你赶紧想办法送他回去吧 实在不行 直接送警局去 你现在连自己都顾不了 根本照顾不好他的 对此我无话可说 陈福仓跟陈思琪走后 我便带着小男孩的照片去了警局 这才得知小男孩叫小文 他爸在他很小就去世了 他妈妈不是找不到 而是眼睛看不见 根本无力管他 他身上那些钱都是四处偷来的 因为天天被送派出所 警察也早认识他了 他每次偷的金额都不大 加上家里情况特殊 警察除了联系有关部门之外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按照警察给的地址 把小文送回了家 走前给他买了一些新衣服跟吃的 又给他们母子留了一些钱 陈思琪没有说错 我确实看着小文可怜 甚至看到他 我还想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所以才将他带了回来 可我都快死了 自己的生活尚且一团糟乱 又何谈照顾他呢 陈福仓越来越忙的同时 陈思琪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 我知道只要陈福仓在 陈思琪就一定会围着他转的 他们同进同出的时间里 我独自窝在书房里 忍受着越来越严重的剧痛折磨 起初我三天打一针 中间配合着吃药就能熬过那些阵痛 后来慢慢的每天都要打针 疼痛加剧的同时 时间也在逐渐加长 晚上 陈思琪想靠近我 却被我一打着石膏的手臂轻轻挡住 陈思琪就换个位置 固执的一定要挤进我怀里 我熬不过他 只能由着他去 他一手还上我的腰 一手描画着我的眉眼 眼睛眨也不眨的细细探究我的眼神 情绪 想从中找出我近段时间 对他逐渐冷淡的缘由 阿清 再耐心等等我 好吗 很快就结束了 阿清 我从不知道 一向冷漠疏离的陈思琪 也会有这样认真深情的时候 他的声音治愈 语气更容易打动人 可如果他真的爱我 真的害怕我放开他 又为何会对陈副苍那般伤心 我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也不想再去猜了 我累了 陈副苍的演唱会开始了 即便我不想听 不想看 但还是在网上刷到了相关的推送 忍不住好奇点进去 就看到了那样难忘的一幕 视频里是陈副苍在演唱会的后台 跟人激情拥吻的画面 尽管画面很糊 且刚流出 就有人开始全往疯狂删除 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陈思琪 光影错落间 他的身影跟陈副苍的紧紧相拥 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但我想他一定笑得很幸福吧 毕竟陈副苍都跟他求婚了 这场豪赌礼 我甚至都没有上桌就已经输了 陈副苍赢得彻底 疼痛来得毫无征兆 明明已经任命 却还是止不住愤怒 我一把将手机摔出了老远 椅子 书 笔记本 直到身边所有能摔的东西 全被我扔完后 我终于承受不住剧痛 无力地倒了下去 应该差不多了吧 我想我的时间可以到此为止了 医生曾千叮咛万嘱咐 一天只能吃一颗的药 我像吃糖豆一样 一颗一颗嚼着连续吞了一瓶 吃到后来 药片直接卡在嗓子眼 甚至品不出药的苦味 我已失去了判断能力 不能动 更不能张口发声 唯一的好处就没再感觉到 那如复古之居的疼痛 别墅里很安静 而我正清醒地等待着 死亡来临的那一刻 失去意识之前 我的眼前似乎看到了 一个模糊的身影 陈思琦突然感觉一阵心慌 不知为何 他突然就想到了沈继青 他总有种 自己马上就要失去他的感觉 这感觉近来总会 时不时从脑海里蹦出来 每次他见陈富仓 又因为陈富仓的任性 不得不做出选择时 他都有这种感觉 可以往那感觉并不强烈 且他知道 沈继青总会在原地等着他 只要他回头 就能看到他温柔的 包容一切的笑容 而今晚这种感觉 却尤其强烈 陈思琦有些害怕 推开阻拦他的陈富仓经纪人 以及追上来的陈富仓 便要回家 你别担心 那些视频 我已经联系团队在处理了 他不会看到的 陈富仓一脸受伤 我错了 别不理我 姐 陈富仓说着 便试探着握住他的手 陈思琦猛地甩开他的手 陈富仓 你别碰我 我是你姐 一天是 这辈子就都是 他说着便堵洪水猛兽一样 躲开他远远的 在这时风头平息 你赶紧给我滚回你的国外去 我不想季青再误会了 说完陈思琦捡起钥匙 便快速离开了休息室 路上他就在想 要是沈继青 真的看到那些视频了 怎么办 其实也没事 沈继青爱他 而且他本来就知道 陈富仓的心思 陈思琦一边加速往回赶 一边在心里安慰着自己 继青脾气好 人也很好哄的 他只要跟他解释清楚就好 对 只要他解释清楚 继青一定会信他的 陈思琦有些心烦 总觉得今晚红灯有些多 明明平日里很顺畅的路段 竟不知为何堵了起来 他有些焦急 偏偏现在被困车流 进退两难 一个多小时后 陈思琦终于下了高架 路过施工路段 给迎面来的救护车 让完路后 陈思琦终于一路顺畅地到了架 客厅里灯没有关 他想快点见到沈继青 想抱抱他 再告诉他自己可能又做错事了 他一定会在自己 扑进他怀里的那一刻 紧紧回抱住自己 然后温柔地安慰 开解自己 可沈继青没在卧室 书房靠近阳台的窗户大开 屋里狼藉一片 被摔坏的东西随处可见 他眼睛的捡起 被扔出老远的陈思琦百科全书 小心翼翼地收好 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手 只为独不见了沈继青 沈继青生气了 陈思琦想 他肯定是看到了那个视频 这才会升起离开家 他知道这段时间 太过纵容陈复仓 而忽略了沈继青 他总想着 就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已 安安稳稳把复仓红走 他跟沈继青之间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没想到就是这份纵容 竟为自己惹出这么大的事 没关系 打电话解释清楚就好 陈思琦掏出电话 一遍遍打着沈继青的手机 提示都是关机 他想打电话 问问他朋友他的下落 点开通讯录才发现 沈继青所有的朋友 竟都是跟公司有生意来往的人 真正算他私下好友的 他竟一个都不知道 直到这一刻 陈思琦才突然意识到 他们虽然一起生活了五年 但他竟一点也不了解沈继青 陈思琦想沈继青这次 大概被气到要很久才好吧 没事 等他气消了 应该就会主动出现 就像以往的每一次那样 陈思琦魂不守舍的等了快一个月 沈继青还是没出现 电话也依旧打不通 他坐不住了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 默默整理着沈继青摔坏的那些东西 他近来过得如同行尸走肉 根本没心思收拾屋子 书房以往沈继青用的比较多 他就想在里面待一会儿 总感觉待在这里 就离他更近了一样 他把摔坏的那本陈思琦百科大全 一页一页整理凭整 这里面写满了沈继青对他的爱意 没翻几页 陈思琦整个人已是泪流满面 阿青 你到底去哪了 你那么聪明的人 这次怎么就犯唇了 怎么就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肯给我吗 阿青 你真的不愿再见我了吗 陈思琦一想到会失去沈继青 接受不了的他再也顾不上形象 坐地就开始嚎啕大哭 然后 他就发现了沈继青摔坏的手机 手机屏幕已完全碎裂 连机都无法开了 那种心慌不安的感觉再次席卷而来 顾不上擦干眼泪 陈思琦赶紧去了手机维修店 手机很快修好 陈思琦开始查沈继青的手机 以及他那些天的行踪 他发现沈继青名下的一张卡 前些天还有过几笔不小的消费 刚放心一点 紧接着又发现沈继青前些天叫车频繁 最多的进士去的医院 陈思琦想也不想 抓着车钥匙就下了楼 他在楼下遇到了一对母子 那小男孩他认识 听沈继青说好像叫小文 小文身边站的是他妈妈 一个很普通的中年女人 他一看到陈思琦就直接跪了下来 嘴里一个劲地说着感谢的话 陈思琦着急要去医院 哪有时间跟他们这里歪缠 甩开那个女人就要去开车 谁知小文突然跑过来猛地推了他一把 沈叔叔已经死了 你这个坏女人 你连他最后一面都不愿见 他到死都还在想着你 陈思琦后退两步 一个没站稳直接摔倒 沈继青死在了医院里 陈思琦赶去的时候 他已变成了一堆骨灰 他找到了沈继青的主治医生 见惯了生老病死 人情冷暖的老医生 脸上带着标准公式化的应付 他走得很痛苦 病痛本身就足够折磨人 更不要说他后期全身多器官都衰竭了 医院出来后 陈思琦从小文以及医生的嘴里 大概拼凑出了整个过程 沈继青因为过度操劳公司的事 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病 他在结婚纪念日 拒绝了医生住院的建议 想给他一个惊喜时 他在干什么呢 对了 那天是陈富仓时隔五年第一次回国 他担心沈继青会多想 骗他说自己在公司加班 实则却去见了陈富仓 沈继青被确诊这天 他在干什么呢 他把陈富仓带到了他面前 还在他面前纵容了陈富仓 一次次的越界行为 沈继青生日这天 他点了他爱吃的菜 买了他喜欢的蛋糕 目的却是想说服他包容陈富仓 陈富仓闯了祸 撞了人 他甚至打算让他顶替陈富仓 因为帮他处理陈富仓的事 沈继青那天没有去接受治疗 那个晚上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陈思琦无法想象 沈继青对他应该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吧 他把陈富仓带回家时 他陪着陈富仓同进同出时 无数次选择站在陈富仓身边时 他总是温柔地印下一切 他以为他是懂他的 是明白他只是为了把陈富仓红走的 原来不是 他只是心死了 不再对他抱有任何希望而已 可他是那么深爱着他 所以才会在看到那样的视频之后 陈思琦不敢再想 一想到沈继青那永远温柔的笑容背后 藏着如此巨大的痛苦时 他就有种被人扼住喉咙的窒息感 他在车里坐了很久 久到车窗外天色明了又暗 暗了又明 天色大亮之后 陈思琦开车去认领回了沈继青的骨灰 沈继青葬礼那天来了许多人 陈思琦又看到了那对母子 小文看着他的眼神里 依旧带着浓浓的划不开的恨意 他是小孩脾气 您别介意 更不必放在心上 没事 陈思琦并没多想 只是看到眼前女人明亮有神的眼睛时 心里止不住的开始抽疼 我们母子这辈子都感激沈先生 也会永远记住沈先生的大恩 没有沈先生 就没有我们母子的今日 可惜好人怎么救 小文妈妈声音哽咽了起来 他说 沈继青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小文经常陪在他身边 他那时候虽然眼睛还看不见 但偶尔也会摸索着去探望一下 因为之前沈先生送小文时 就曾留下过一笔钱 他便去医院检查了一下眼睛 他本来都没抱希望的 是医院特意打电话给他说 最近可能会有人愿意捐献眼角膜 他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去医院看看 后来没过多久 医院果真就通知他可以手术了 他是在手术成功后 才知道原来给他出医药费 捐给他眼角膜的都是沈继青 葬礼结束 送走所有人后 陈思琦抱着沈继青的骨灰来到了海边 他不记得什么时候听沈继青提过一句 他希望在死后能以这种方式被安葬 陈思琦觉得这样也挺好 他选了一片风景格外好的海域 将沈继青的骨灰洒进了大海 阿清 这一次 你一定要耐心等等我呀 海天一线间 陈思琦的身影渐渐变小 直至不见 番外 我没有死 是小文救了我 他被我送回家后 几乎每天都会偷偷溜到我家附近看看 那晚 他在楼下亲眼看着我倒在书房里 一着急便直接翻墙进来了 我被送进了医院 但由于吃了大辣料的缘故 我整个肝肾已衰竭到完全失去了功能 抢救已没有了意义 住院也不过是苟延残喘地 靠着各种管子延长痛苦 我便向医生提出了出院申请 老医生怜悯地看着我 最后还是摇头在出院单上签了字 我最后的日子里 一直是小文陪着我 别看他才八岁 可他真挺能做好多事情 比我那时候可懂事太多了 其实去医院看陈傅仓那次 我不甘地确实想过要报复他们 我想发疯地毁掉陈傅仓 毁掉陈思琪 以及我打拼出来的公司 我心里甚至已经想好了一个清晰的 完整的报复计划 可当我回家看到摆在面前的陈思琪百科全书时 我瞬间又清醒了过来 就连他们的爸妈都愿意为他们让路 我一个将死之人又何必做那讨人闲的事呢 那也是我深爱十年的人 我舍不得 我在死前切了一份眼角膜捐赠同一书 在我死后 我的眼角膜将会帮助另外两个人恢复视力 其中就包括小文的妈妈 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 我一身轻松地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第一篇晚 第二篇产下女儿后 我不要妻子了 我是男的 借助国外先进技术 历经怀胎十月艰辛诞下孩子 然而 就在我坐月子时 妻子纵容她的小男友肆意嘲笑 并公开我的分娩视频 面对我歇斯底里的崩溃 妻子眼中竟是邪恶与厌烦 那生过孩子的肚子 简直令人作呕 我就连碰一下她 都觉得自己全身上下都脏了 心灰意冷之下 我离婚带着孩子逃离她 可她却像疯了似的 磕头向我认错 刚产完孩子的我有些虚弱 处于月子期间 其实我仍需要好好休息 然而 一想到今天 是我和妻子苏如燕的周年纪念日 我还是忍着腰腹处不断传来的撕裂阵筒 亲手烹饪了一桌子苏如燕爱吃的菜 当我刚把蜡烛摆好 用火机点上时 我的手机里适时传来了苏如燕发来的信息 只有简短的几个字 什么也没提及 她说 我要出差 就这么寥寥几字 轻而易举地扼杀了我的恍惚雀跃 我粗喘着呼吸 勉强压下头云目眩引起的窒息感 用力地握紧一背 接着就听到房间里传来女儿的啼哭声 还没得我把女儿哄好 一个匿名发来的视频刺痛着我的眼睛 同时 映入我眼帘的 还有那句充满了挑衅意味的话语 苏总不是你这种怀过孩子的男人可以肖想的 别再缠着他了 这幅口吻 一听就是苏如燕的男助理顾北辰 视频里 苏如燕和他相拥在最高楼的无边游泳池 他们的头顶还绽放着浪漫的烟火 而烟火也是特制的 里面的内容清晰可见地写着 Side of GBC 这摆明了是苏如燕在向顾北辰表达自己的爱意 而荧幕里的苏如燕更是主动到不像话 丝毫不像和我在一起识那般冷淡 他穿着性感暴露的比基尼 白皙的长腿像八爪鱼时的勾上男人剑术的腰服 嘴巴里更是说着那些情人间的调戏呢喃 别害羞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而顾北辰 则是欲擒故纵式的垂谋 他看似后退 实则装模作样地往前贴近 姐姐 那姐夫怎么办 苏如燕微微皱眉 脸上闪过一抹厌恶的神色 这么开心的时刻 你就别提他了 影响我的心情 他就一吃干饭的 还能干什么 在家带孩子呗 顾北辰还想躲 却被苏如燕的指负一下给擒住了泳裤 落大的游泳池 只有他们两人 水波在激烈地翻滚 是个傻子 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而这一瞬 我尝到了前所未有的崩溃和绝望 自从我产下孩子之后 苏如燕就以我的身体尚在恢复时期 选择跟我分房睡 有一次实在憋着难受 我想哀求他帮忙解决 他却用冷冰冰的眼眸撇了我一眼后 用一大盆冰水泼湿我的裤子 你用那尿尿的玩意对着我干什么 你也不嫌恶心丢人吗 我只不过无法控制生理反应 却被他用刺耳的话语侮辱了一番 我顿时感觉有些难堪 也没再提起过这事 之后 我就积极进行身材管理 可期间 顾北辰老是发一些骚扰出格的话语刺激我 因为相信苏如燕 我拿着短信直接质问他 他却以我换上孩子后 情绪不稳定为由 骂了我一顿 最后 他更是理智气壮地解释道 我这么有魅力的女人 陆琛 我不能控制别人对我的想法 但是你这么不信任我 是想毁掉我们不易得来的家吗 而这一刻 我再也没办法相信苏如燕的说辞 所以 我决定前往他们欢快的地方 也好让自己彻底死心 到达顶楼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受邀人员 而不能进入里面 保安告诉我 这是苏总为了他的男友办的包场 没有苏总和他男友的邀请 一律不能入内 如果你非要进的话 那我需要请示他们其中二人 顿时 我感觉可笑至极 我还有什么亲眼对质的必要吗 苏如燕都在万人面前 当我这个老公死了一样 我正想离去 不想自找没去 忽然 保安将我放行了 这时 我才发现 里面正在开泳池派对 而苏如燕和顾北辰正在人群的中央 他们的身边围起来了一群男男女女 似乎在聊什么去世 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意 喧闹声在我的耳边萦绕 唯有我一个穿着长衣长扑的男人 与身边格格不入 当我挤入人群 听到顾北辰说的话时 我的大脑有好几顺势空白的 里面放大传出的声响 正是我在分娩孩子时的惨叫声 而苏如燕则是一脸嫌恶的盯着荧幕 有些作呕的捂住喉咙 看到顾北辰在嬉笑 他只是紧了紧毛子 淡淡的说了句 好了 别看了 我以为他是因为顾北辰这举动而感到不适 而下一秒 我的脑子像被人狠狠凿开几个大洞 血流不止 则 恶心死了 生个孩子又是屎又是尿的 北辰 你也不怕影响胃口啊 顾北辰摇了摇头 对上人群夹缝里摇摇欲坠的我 他的眸子微闪 却禁止把视频连到了一旁的大荧幕上 苏如燕伸手想去阻挠 却被顾北辰攥紧了指负 如燕姐 看完了这个 你和你老公还能同房吗 话说 是我厉害一点 还是你老公厉害啊 我看他挺能生的 伴随着我嘶吼着的尖叫声 苏如燕捏着手机 一下就把声音给关了 同房 我就连碰一下他 都觉得自己全身上下都脏了 那生过孩子的肚子 简直令人作呕 他的眼中是难以言喻的 嫌恶和厌烦 仿佛在说一堆充满误会的垃圾似的 我浑身控制不住的颤抖 用力的撞开了人群 我抓起那桌面 还在播放着视频的手机 眼眶里的温热泪水 情不自禁的流下 愤怒和悲戏 如狂风骤雨席卷我的大脑 咆哮的怒火 是说不出的委屈和崩溃 苏如燕 这就是你的真心话 那颗为他浮出了所有的心脏 苏如燕看到我的一瞬 他的眼睛出现了几秒的慌乱 很快 他还是淡定的坐着 还是用那不耐烦的眼眸盯着我 瞧你这副泼妇一样的劲 都不知道跟谁学的 你不在家带孩子 你出来丢人现眼干什么 不提孩子倒好 一起提孩子 我心中的怒火燃烧得更旺盛 苏如燕 当初是我心疼你 才答应你到国外产子 你知道我经历了多少痛苦 才把孩子生下来的 为什么你能说出 如此冷漠绝情的话 现在 你不仅背叛我们的婚姻 还让一个小三当中 拿着我最脆弱的视频来羞辱我 产子视频本是医院 留给新生父母的一份记录 而苏如燕当初就因为害怕 所以没打开看过 而现在 因为顾北辰的原因 我如此痛苦的视频 竟被拿出来当笑话 工人取乐和讨论 这样的情况 是问我怎么能接受 在来的路上 我也试图说服安慰自己 婚姻是共同经营的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才让他出轨了 为了这个家 如果他能认错和我好好过的话 我要不就尝试原谅吧 可现在 我只觉得自己是个 于不可及的傻子 顾北辰在接触到 我凶神恶煞的眼神时 他的身形骤然一动 然后 他装出害怕似的 躲进苏如燕的怀里 楚楚可怜求安慰 如燕姐 我不是故意让你老公难堪的 对不起 我跟姐夫你道歉哈 我气不打一出来 咆哮道 谁他妈是你的姐夫 你一个小三也不嫌丢人 他不仅没有一点诚意 而且还充满了得意之色 我很清楚 他是摆明了 想要挑拨离间 我和苏如燕 可我已经不在乎了 从苏如燕能拿出 这段隐秘的视频 被顾北辰公之于众的 那一秒开始 我的脸面 我的自尊 乃至我对他全部的爱意 都被他踩在脚下 统统烧毁 然而 面对我失控的情绪 苏如燕还是那副 淡定神仙的模样 他不过是歪了下身子 语气是那么的无所谓 陆琛 你怀孕了不起啊 又不是我逼你怀的 不过是一个视频而已 大家图个新鲜 就拿来看看呗 你究竟在闹什么 我平时在外面 已经很累了 你懂点是吧 我讥讽一笑 好啊 那我也拿你和顾北辰 随地发情的视频 给你的亲朋好友看看吧 说着 气愤到浑身在抽搐的身体 拿出手机 就要把刚才顾北辰 发的视频发出去 这时 苏如燕很快站起了身来 身后有人愣住我的四肢 他迅速把握紧的手机 从我指幅抽出 我不过是做了一个 成熟有魅力的女人 做出的行为而已 还是你身体不中用 而且 被屎尿灌过的肚子 好恶心 他根本不在意我的情绪 一字一句地撕扯开 我仅存了一点自尊心 手机被他扔到池子里 我感觉到一阵虚弱的无力 下腹处传来阵阵脚痛 我睁大双眼 愤怒地瞪着他 苏如燕 你真无耻 你就是个贱火 你不忠我 背叛我们的婚姻家庭 你才最恶心 曾经我被他多次 以嫌恶冷淡的谋色给吓退 导致我一度认为 自己怀孕后低人一等 可我记得 一开始的我们 都在期待着 这个新生命的到来 而且 他还许诺过 不会背叛我 可他如今 把自己的承诺都背弃了 这样的女人 不值得我深爱他 既然他能做出 如此绝情的事情 那我也不要他了 苏如燕 我们离婚吧 说出时 我的喉间溢满了酸色 虽然我一遍遍地 告诉自己不爱了 可我们曾经相爱的岁月 也不是虚假的 我明白他已经变了新 因为我这副身体 我与暗自窃喜的顾北辰对视 哼小出声 顾北辰 你如愿以偿了 做那么多 不就是为了让我离婚吗 我成全你们这对肩负赢负 我用力撞开身上残留的力道 无视身边人的嘲讽笑声 苏如燕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 就为了这么点小事 你要和我离婚 陆辰 闹脾气也要有点限度 离了我 就你这样的男人 谁还会要你啊 脸上有火辣辣的疼意 再度将我的理智烧毁 我恰好苏如燕的手腕 用力捏紧 你管这叫小事 苏如燕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而这时 顾北辰站起身来 趁我不注意踹了我一脚 你怎么可以这样 跟如燕姐说话呢 没大没小 一点规矩都没有 他一个小三 也好意思这样说 这让我满腔的怒火熊熊燃烧 眼看着我的大半个身子 被池子里的水淹没 我记忆深处的噩梦 钻了出来 我靠着生疏又笨住的游泳姿 勉强撑住传来阵痛的身形 他冷眼看我在水里扑腾 仿佛忘记了 我是个不输水性的汗鸭子 陆琛 你别给脸不要脸 这样闹得大家都不愉快 我们还有个孩子呢 别随随便便说离婚这种事 他教训的头头是道 可这话 他一个出轨者也配说 我一不小心就喝了几口池水 而腿部的肌肉 也猛地抽了几下 见状 苏如燕却还是平静地紧了紧毛子 冷声吩咐道 你又在装什么 还不快上来 你是丢人现眼还没丢够吗 你以为欲擒故纵有用吗 只差几步之遥 我便能脱离这让我恐惧的池子 而沉重的力道 却在不停地拽着我 一直往下坠落 这时 我才发现 水底下有几只魔爪 早已潜伏在我的脚边 趁着隐溺的角度 和浑浊搅动的池水 他们狠狠地 潜住我乱蹬的双腿 而苏如燕却没能感觉到我的危险 脸上骤然冰冷如霜 他的语气有说不出的厌烦 也夹杂着不容忽视的不愚 这时就算了 光顾着挣扎 我已无力回复苏如燕的问题 可越挣扎 越感觉到阻力在加深 我已经意识到了 有人在水底下疯狂 往我抽筋的腿肉使劲攻击 救命 救命啊 我张嘴 靠着微弱的气息在求助 可很快 我的身体被数不清的醋臂 拉着沉入了池子里 就连我的鼻息 也被无数道水波挤压胸腔里的呼吸 我努力往上游去 却怎么也无法挣脱那些 想要摧毁我的力道 一瞬间 无助和恐惧的情绪 在我的心间疯狂蔓延开来 侵占我的全身 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怎么也看不清头顶的景象 死亡 悄然降临在我的身上 救命 谁来救救我 就在这时 有人仿佛听到了我的求助 陆琛 陆琛 你怎么了 而我仔细去听的时候 发现是苏如燕的声音 接着 那抹岸上的影子越来越近 快要压了过来 那一刻 我才清晰听到了 他更加残酷无情的话语 陆琛 你要装死了 你也别死在这里 你毁掉我们派对的责任吗 你就躲吧 我看你能躲到什么 死了我也不会给你捞尸的 我以为他对我是厌烦了 是不爱了 但也不至于见死不救 而他这番话 彻底让我心寒 我的眼皮越来越沉重 周遭的一切仿佛与我无关 我像被囚禁在另一个抑郁空间 我想 就这么死去吧 就像我还同时 也差点死于溺水 可我一想到我那刚出生的女儿 忽然 我就不想死了 她还在等着我呢 许是求生欲望强烈 迫使我从黑暗中清醒 我猛地睁开双眼 却发现人已经在暗上 看到我逐渐苏醒过来 苏如烟已经扭头冲到一边 疯狂吐了起来 一边吐 她还一边用大量水 冲刷着自己的唇枪 就好像我是什么 会毒死人的细菌 看样子 是她救了我 可我 却不会对她有半点感激 见此 我也不再废话 在咳嗽出了几口吃水后 湿漉漉的起身往外走 被水浸泡了的手机不要了 不爱我的人也不带走了 我看都没看苏如烟 要往外走 苏如烟却挡在我的身前 暴躁如雷的开始跳脚 陆琛 我救了你 你就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 你可真是个白眼狼啊 竟然敢甩我脸 你真该死 我鄙气的露出一个冷笑 啪啪两下给了她几个耳光 你错了 这才是给脸色你看 我们离婚吧 我会签好离婚协议书的 说完 我禁止离开 而苏如烟则是紧紧抓住了我的手腕 尖锐的指甲出入我的皮肉 她愤愤不甘的眼眸如同野兽没有擒猪猎物 无奈的舔了舔冒血的唇角 她冷声道 你想离婚 可以 但是 孩子你不能带走 我狠狠地甩开了她的手 滚 陆琛 你给我等着 孩子是我苏如烟的 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想离婚 好啊 但是你迟早肯定会来求我的 听着苏如烟在我身后发疯尖叫的声音 我的心底感到一阵无比的舒畅 她现在就疯了 她一个得力者 究竟凭什么冲我不耐烦 要不是我爱她 愿意迁就她 为她付出 她又怎么会到了今时今日 还能对我趾高气昂 我知道 她自小就是天之娇女 而我不一样 不过是个父母双亡的贫困生 这些年来 都是靠着自己一步一脚印 才创业成功 因为她恐惧怀孕 所以我在她的说服下 尝试以男人的身份怀孕 我以为能得到她的理解与支持 却体会到了无尽的嘲讽和鄙气 在国外的时候 她经常以工作繁忙为由 穿梭在国内外 在我孕途需要她时 她更是无意之间说出了心底话 幸好不是我怀 不然多遭罪啊 怀个孕你就上天了 多少女性都没你那么矫情 我嫁给你不是伺候你的 要是什么都让我做 我还要你做什么 因为怀孕 我整夜睡不好 变得格外粘人 经常捧着手机给她发信息 她便从一开始的秒回 逐渐变得以毒不回 到最后则是把我拉黑 我料你还怀着我的孩子 可你也不能像寄生虫一样 凡事都找我 很烦 也在那个时候 我发现了她和顾北辰 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我趁着她洗澡的时候 看了一眼她的手机 恰好被她发现 她就当着我的面 砸了手机 气愤的大骂我侵犯她的隐私 并且她还威胁我 你要是不信我 你立刻把孩子给我打掉 你不生 有的人生 我不想我的孩子 出生在这种窒息的家庭 有个像你这样的爸爸 我曾动摇过 先不说男人怀孕的事情 而是 她的态度让我有些难受 可我真的决定要打掉后 她又继续骂我是杀人凶手 如果你把孩子打掉 那你就是罪人 因此我不敢去问 我怕是我在怀孕 所以情绪敏感 最后导致夫妻关系破裂 可是 在历经千辛万苦 把孩子生出来后 她抱了下啼哭着的女儿 就说了句让我心凉的话 这孩子真宠 一定是你的基因影响到孩子了 我一时无言 她却像看不见似的继续说道 要不是有我的DNA 她这样的孩子 我看都不会看一眼 那刻 我已经清晰感觉到了 她已经跟以前那个 和我相爱的女人不一样了 坐月子时 因为伤口刚缝合 我整夜翻来覆去 她本在我的身边陪床 却显得格外不耐烦 还不停地数落我 又不是要死了 你一个大男人 这么点疼都忍不了吗 你一整晚瞎嚷嚷的 还让不让人睡了 我让保姆来伺候你吧 她这些话 给我最大的感觉是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 就好像 她只是个出钱的嫖客一样 并且 顾北辰时不时就发来 他们两人的亲密照和视频 在好多个夜晚 我被迷茫 焦虑和不安等等的情绪所困扰 最后 我还是找到了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 对我进行心理治疗 现在想想 我早就该在那个时候离婚 而不是紧抓着不存在的爱不肯放 回到家里 我把自己收拾了一番 然后 我让保姆去休息 有我自己带着女儿 而这一夜 我抱着女儿 睡得比过去的任何一晚还要安稳 数日 我早早就去了律师所 征询关于离婚的事情 律师表示 离婚的话 是个好办 但是 女儿的抚养权 我不一定能争取到 因为 在法律层面 一个有经济能力的母亲 是更加容易获得抚养权 我盯着律师 告诉她一个事情 那么 如果怀孕的人 是我呢 那判给我的几率能大一点吗 律师也不由得有些惊讶 毕竟怀孕 自古是女人的事情 尽管国外有先进技术 但很少有男人会愿意怀孕 这时 我忍不住向律师 一点点的倾诉我的事情 譬如 孩子是我在国外怀胎十月 辛辛苦苦才生下来的 尽管在国内 是很罕见的先例 但是 我有国外的合法怀孕证明 还有 孩子生下来后 都是我和保姆在带 身为妻子的苏如烟 反而没有尽到责任 而且 我还告诉律师 我可以提供苏如烟出轨的证据 然而是如此 律师也没法保证 法官一定会把孩子判给我 我忍不住情绪激动了些 大声地倾诉着内心的委屈 凭什么 难道就因为 我不是母亲的角色吗 可是我的妻子出轨 还对我们的孩子不问不问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跟着这样的母亲 律师表示 理解和同情我的处境 会想尽办法 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而这时 我的手机里传来了震动 竟然是我好兄弟 给我发来的疑问 快看啊 这里面怎么说的那么像你啊 好兄弟也知道我怀孕的事情 可他却从不嘲笑我 反而 他觉得我做了一件 很勇敢的事情 于是我点开上面的链接 竟然是一个八把营销号 里面已经有很多人 猜出了我的身份 还整理出了炸裂的信息 是我死皮赖脸 蹭上福家千斤苏如烟 是我私自带酒跑 到国外瞒着苏如烟产下孩子 是我富贫子贵 成功逼婚苏如烟 是我当小三 毁掉苏如烟和顾北辰的恋情 看到这里 我的额头上轻轻抱起 双眼仿佛能喷出火来 而那疯传的视频 虽然打马了 也能看出是我分娩的视频 比起处理和苏如烟的离婚 我必须先解决顾北辰这个艰难 当我孤身去到苏如烟的公司时 顾北辰把我拦在苏如烟办公室的门口 他的表情还是一副渐渐的欠奏样 说话也同样气人 哟 这不是前姐夫吗 不是说离婚吗 今天就舍不得如烟姐的钱财了 哎呀 那也是 能和如烟姐结婚 你简直三生有幸啊 我就知道你会赖着她 从这三言两语间 我也明白了顾北辰不惜抹黑我的原因 看来 是想让我出镜阳相 承受不了各种流言蜚语 自己早点选择离婚吧 可我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她 当她看到我身后的警察时 眉眼间透露出几分慌乱 而眼睛在瞄到里面的人影时 又莫名的淡定了几分 呵 你这是想在如烟姐的公司闹事啊 还惊动了警察 苏如烟恰好从门里走出来 她在听到后 下意识变皱眉 陆琛 我以为你说离婚是闹着玩的 现在又闹哪样 公司不是你们随便来的地方 你赶紧滚回去带我啊 你浪费警力就算了 你还想让我丢进脸面吗 说完 她转身对警察淡淡开口 我老公有精神病 我不管他怎么跟你们说的 这里不需要报警 然后他让顾北辰把警察们送出去 而我给了警察一个眼神 顾北辰就被这样被手铐靠住了 苏如烟顿时就怒了 陆琛 看来是我对你太宽容了 你现在真是无法误天了 与此同时 公关部部长跑着过来 脸色难看的大喊道 苏总 你快看网上苏如烟翻出手机 一眼就看到了 我早早发布的澄清视频 我光明正大的 用一系列整理好的证据 告诉八卦群众们 关于我的妻子 怎么在我的运气出轨 还有我怎么被小三欺辱 都说得一清二楚 群众也不是傻 结婚证是在怀孕前就领了的 而且 我和苏如烟这些年相爱的照片和视频 也被我一一保存好 这样的铁证下 幕后黑手顾北辰造谣我的事实 也是铁板钉钉 那些人为了钱可以造谣我 我也可以花钱 让他们跟警方自首工人顾北辰 顾北辰这时才知道自己惹错人了 他忙不迭地大喊 声音里夹杂着惊慌失措下的楚楚可怜 如烟姐 救我 我不过是想帮你教训下你老公 我 我也是见不得你受委屈 为他欺负 这家伙 黑的都能说成白的 可对沈如烟来说 仿佛他的说辞 比我正义的说法更让他动容 他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气得快要喷火 还是压抑内心的情绪 用惯事高高在上的态度和我谈判 陆琛 你究竟想怎么样 夫妻同一体 你这样做是想毁掉我吗 我差点就把想这个字脱口而出 可我目前 是要拿到女儿的抚养权 我要女儿的抚养权 还有和你离婚 我的态度坚决 目光坚毅 没有一丝犹豫回到 苏如烟咬牙切齿 脸色阴沉 有说不出的阴郁在凝聚 顾北辰大抵是害怕 又想着上位 他竟然跪了下来 眼眶擒着膜泪 如烟姐 你一定要救我啊 我也是为你好 才惹怒了他 他见苏如烟的目光有些动摇 他继续往人性最阴暗的那面戳去 他不要你 是他的损失 这样的孩子 你要了也不嫌隔应吗 不就是孩子吗 我也可以给你生的 如烟姐 我可以为你牺牲一切 他真情实意的表白 彻底打动了苏如烟 苏如烟呵呵冷笑 目光闪过一抹力气 他偏头看向我 冷冷回道 陆琛 不就是个孩子吗 你看 有的是人帮我生 我可以离婚 也可以不要女儿 只要你别后悔 我以同样的话语回对他 苏如烟 你也是 希望你知道顾北辰 这个男人的真面目后 也别后悔 我在心底冷笑 也将事先签好名的 离婚协议书递给他 解决完了这事 警方就以双方成功调解 没有抓走顾北辰 惹出货端被保了下来的顾北辰 就连走路也是带着疯的 他还亲自把我送到楼下 笑得跟个老太监一样 钱姐夫啊 谢谢你了 我轻蔑地瞥了他一眼 笑得意味深长 我的目的不在于送他进去 我的目的是要女儿抚养权和离婚 不过是各局所需而已 这样的女人 谁稀罕 就谁拿去吧 过了没多久 我养好了身体 就带着女儿飞去国外度假 之前 我不仅在怀着孩子的时候 承受着巨大压力 而且还要照顾苏如烟的情绪和生活 现在才发现 开机属于自己的生活 是那么的畅快 我这么一去就去了好几个月 期间 苏如烟也有给我打过电话 在一个三更半夜里 女儿被手机震动给吵醒了 因为国内的生意 时不时也需要向我汇报 我便习惯性接起 可接起后 那边没有立刻说话 我为了几声 才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 陆琛 你人在哪里 隐约带着点哭腔的嗓音 让我有点梦回年轻时 我直接挂了电话 对于这种没营养的问题 我没必要回答 等再打回来的时候 竟是他欢愉的喘息声 我感到一阵恶心 连夜把他的手机号 设置成黑名单 我心想 他这算什么 见我没搭理他 就存了新的恶心我 可当我回国后 我才知道 他那时遇到麻烦了 通过身边的朋友 和新闻媒体的报道 我也知道他的近况 原来 他自从和我低调离婚 就为顾北辰 值办了不少豪宅 也不知道顾北辰 有什么魔力 引得苏鲁烟日夜 和他私混在一起 就连不少公司的决策 都交由顾北辰去处理 因此引起不少高层的担心 可偏偏苏鲁烟的脾气也不好 杀鸡警侯班 辞掉了几个公司的冤枉 吐死胡贝的道理 让其他忠臣都有些心惊 因此私下联手陷害顾北辰 可在这时 苏鲁烟却向外公部 和顾北辰的喜讯 还声称怀上了顾北辰的孩子 但是 苏鲁烟的精神状态 而作为得知顾北辰为人的我 却笑笑当没看见 这日 兄弟们得知我回国 给我办了接风宴 我喝的有点多 转脚时却被抓住了双腿 我低头一看 竟是坐着轮椅的苏鲁烟 他脸上写满了惊慌 双手控制不住的颤抖 他不肯松开 嘴巴哆嗦着呢喃 陆琛 你要救我 快 恶魔要来了 带我走 求救你了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呢 顾北辰是个恶魔 我不要待在他的身边 他 他逼我怀孩子 拍了我的私密照 还捏住了我的犯罪记录 我不能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夫妻一场 只有你能救我 帮我了 说到最后 他的双甲被一片湿如的泪水浸湿 与他的胶着不安 和惊慌失措不一样 我很平静 我吹眸 安静地听着 就像一个善于倾听的陪伴者 作为曾经的枕边人 我当然知晓他此时的心理状态 可我不打算是以援手 在看向那个从黑暗中匆忙赶过来的男人 我拍了拍他的手 微笑着用力地掰开 然后 我推着他 一点点往前走 然后 在他期盼的目光里 猝不及防地掉了个头 瞧瞧我这方向前后不分 这是你的新老公吧 顾北辰顺利接过轮椅 苏如烟就封了时地尖叫 不 我不要跟他回去 陆琛 你没有心 你不是人 我好歹也是孩子的妈 你怎么可以把我扔给恶魔 我一直一顿地提醒精神快要崩溃的他 是你自己选择出轨的 苏如烟 我不见你什么 苏如烟恍然大悟实地要爬过来 可是他好像下肢无力 只能一点点地爬过来 顾北辰只是冷猛地看着他 没有了昔日的温和 苏如烟苦苦哀求 对不起 陆琛 是我错了 我给你道歉 我给你磕头 算我求救你了 你不能把我交给他 你救救我 我受不了了 我会死的 这时 已经有人听到这里的吵闹 甚至有服务员想要报警 可顾北辰却脸眉冷眼 低声警告 谁那么多管闲事要报警 这我妻子 他精神病犯了而已 说着 他将手机里的照片给众人看 这幅场景下 苏如烟哭得更的凄厉 他环视周围人一圈 握紧拳头在地上捶他 不 不是这样的 是他逼我和他结婚的 你们别信他 他就一片子 是个疯子 他傅儿看向我 微微地抓住我的裤腿 眼泪像下不完的倾盆大雨 稀稀利利利地砸在地面 陆琛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说谎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低头瞧了他一眼 晦涩不明地摇了摇头 尽管心底对他没有怜悯 还是出于那句孩子的妈 多了分动容 我是他的前夫 他这封病怎么这样 我就不清楚了 我这副态度 摆明是要置身事外 而能来这里吃饭 也是非福即贵 好心的服务员 也没敢再强出头 顾北辰就抱着 挣扎着大哭的苏如烟 回到轮椅 可苏如烟疯了一样的 锤打顾北辰 还是让顾北辰的脸色 沉了几分 他推着苏如烟走了 我也成功降低了 顾北辰对我的猜忌 其实 我出国前就收到了 关于顾北辰的调查 但是 我没有选择告诉苏如烟 一 他和顾北辰处于热恋期 二 他选择了出轨 那我有什么必要自讨没去吗 所以 在回国的时候 我也将一直以来 调查出的资料 都交给了警察 因为顾北辰的背后 是也有犯罪团伙一起合谋 所以抓捕行动一直在部署 果然 过了没多久 顾北辰在公司 被当场逮捕的消息被疯传 苏如烟被成功解救时 他已经怀有身孕 并且 他肚子里的孩子如果流掉的话 他随时也会有危险 我带着女儿去日常检查的时候 恰好看到了风势的他 他拿着一把尖刀 你在自己的脖梗间 眼神是如此的冰冷甚人 他大声地威胁身边的医生和护士们 你们必须把这个孩子给我拿掉 否则 我死在你们的面前 医生一脸为难 还是耐心解释 苏女士 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我们可以安排手术 但是手术会有危险的 你千万别激动啊 你现在的身体很虚弱 你还是把刀放下吧 我正打算离开这场闹剧 女儿似有所感 他哇哇大哭 苏如烟顿时就把目光 望向隐匿在人群后的我们 他突然冲了过来 吓得人群四散开来 我想逃 又怕他误伤伤害女儿 我只能挡了挡 低声警告他 苏如烟 为了个坏人 不值得毁掉你的人生 苏如烟嚎啕大哭 委屈地抽泣 我的人生已经被那个贱男人毁了 如果不是他引诱我出轨 我也不会失去你和女儿 说着 他想走上前 被我用手挡了挡 你别碰女儿 你没有资格责怪顾北辰 是你自己选择背叛我们 你该好好承受自己犯下的苦果 我看出了他眼中的悔悟 可已经太迟了 他喃喃自语 那我改 我改还不行了 等我改了 你和女儿 还能原谅我吗 最后 我的不原谅还是没能说出口 苏如烟已经被身后的保安给制服 后来 听朋友们说 他国外的亲戚把他接走了 可走之前 他还是给我留下了封邮件 我想了很多 我发现 我确实做得太错了 对不起 是我没坚守婚姻的忠诚 也对不起孩子 我不怪你不原谅我 换作我是你 我也无法原谅我自己 我决定了 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想体会你当时怀孕的感受 看完后 我把邮件点击了删除 然而 我还是默默地为那孩子感到悲哀 我不敢想象 孩子出生后的人生是多悲催 只不定在不如意的时候 被苏如烟记恨上 希望苏如烟真的能改过自新 能够善待孩子吧 至于顾北辰 因为犯下了其他罪 背叛无期徒刑 可他做出的一切 并不会消散 罪有应得说的就是他吧 全文完